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除了支持我们之外 另外也要支持港铁的勇气男孩 也是的 因为面对着这个失控式M痛港女 高八度再八度再上 然后向她连环爆发 整首脚 这个港女相当疯狂 再加上一个巨红身形的男朋友 这位同学仍然不方不忘 打电话去报警 叫警方在哪里等 甚至解说简单的情况 都是不方不忘的 因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潘虎地对着你刨敲 不断骂你 还有其他乘客的目光也会看着你 你也估计得到 也可能看得到有人在拍你的视频 再加上那个巨红男友 待会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请你吃个兜除窝面的话 就麻烦了 所以整件事是讯息万变 即是那个变化 可能弟弟也跟不上 而且他身边的同学也弹开了一点 不过不要紧 一件还一件 那就精彩了 我们看到前转就是在港帖里发生 后续就在售票机附近 弟弟也有跟附近的人在说 大声在说自己发生什么事 对啊 当这位弟弟大声跟附近的人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那个女人就不停地咆哮 不停地大叫 很厉害 好像失控一样 再者也有一些法律专家 也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 这样看的话 算不算是性骚扰呢 如果看得你只有一两秒 其实就不算得什么 如果很近距离 眼睛睛看着你 笑吟吟吟的那些 然后看什么遮掩 不行吗 看你不可以吗 就继续在看你 有时港帖那些 有时逼起上来 可能跟别人的头比较近一点 有时目光也会回避 看手机也好 或者看标也好 或者看站去到哪里也好 或者看港帖里有什么广告也好 这样也会自己秘技一下 就算对方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女 最多看一眼 最多看两眼就算了 眼睛睛望着人 别人会觉得不自然的话 也会出声 对吧 我们回来说勇气男孩的后续 就是直到男孩妈妈出声了 是吗 妈妈怎么说 她很好 我们看得出父母的教导究竟是如何 郑妈妈就这么说 首先很感谢 有现场的市民拍下了相关的影片 叫做有片又有真相 能够还原事实的真相 让儿子不用被冤枉 郑太太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就这样看一眼 连丁点儿的身体接触也没有 老实说 你有一个距离 就这样看一看 或者多看几眼 看你为什么蹲在地儿或坐在地儿 都这么大反应 她说当日来说 她也有打电话给妈妈 是吗 她跟妈妈怎么说呢 有说一件事 也有点激动 也有点想哭 妈妈也很好 郑太太立刻赶到现场 看看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搞定后自己回家吧 跟我买多半斤叉烧才回来 我今晚假料做饭还是怎样 我懒得住 反而没有 回来 马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也看到勇气男孩 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赞赏她的 原来那对男女 就向来到现场调查的警员说 要求勇气男孩道歉 是呀 这么过分 惨她傻了 有些人如果意志力稍微低一点 也会道歉的 想快点离开现场 不想再面对着这些人的话 她就会选择道歉 来到尽快离开现场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有些人困住你在房间 一个就游说你 一个就逼你 一个就跟你不知什么 给你一些好处 就是叫你签计健身会籍 或者旅游会籍 疲劳轰炸了你几个小时后 你就会自然签计了 然后就想快点离开那个房间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中招事后 觉得好像很不划算 有些就是这样的意思 用这个精神疲劳轰炸 于是者 这个勇气男孩 她就没有屈服 她认为自己没错 所以就不会道歉 对 道什么歉 不然有很多人不想麻烦 就求求其其道歉就算了 好像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发生过巴士阿叔事件 巴士阿叔不停骂 另一名男乘客 那个男乘客最后 不知为什么又道歉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都会选择道歉就算了 因为见到那些人很烦 喜欢道歉就道歉 这个小孩也够扑 没有向这些恶势力屈服 也要感谢警方 警方也说 你没权要求这个学生歌道歉 然后他又再 要阳一轮 再发癫 后来再说几句 可能他已经吓了一口气 不再坚持 也没有正式要报案 到最后警员再和妈妈和儿子 一起登记了资料 就叫做离开了 你说正式报案 又是麻烦 怎样报呢 看下你都要性骚扰 还是怎样的 要不要这么夸张 不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 都挺夸张的事情就是 如果看下你 都会瘋成这样的 我们用瘋来形容这位女士 她会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侵犯 我挺害怕 其实会不会激动到 要去精致牌坊 将自己挂纳鸭呢 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以死来明知补身 为什么我被人看过 我已经不干净了 你想想 看下你都这样 对不起 说一句 如果在港铁出车或上车的时候 不小心碰一碰它 还得了? 很大劲 你要负责任 哇 哪个手碰到她 你碰到我 你看到她都这么激动 你碰到她还得了? 就很厉害了 不过我觉得这位女士 都是借题发挥的 或者借议议会发疯的 可能真的M痛痛得很厉害 M痛的时候 很多女性心情会很差 会不会因为M痛而导致她那么疯呢 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也看到有留言 一些女性说回 M痛很多时候痛起来 就不想出声 觉得心情不好 就很少可以去到这样的 不过也有小部分留言说 真的痛起来就会痛到疯了 会觉得很辛苦 还有网友的补充 必你痛 经痛配方就不会这么快见效 不会立刻吃 一会就会没事 叮一声就好了 快成说不会的 通常是知道会痛 或者先吃 就不会痛 痛才会吃 那就太迟了 原来不是这样吃的 记住 我们这里不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吃什么药 还是怎样 说清楚 这些是自己问医生 因为至少跟药品有关 再回到这件事 勇气男孩妈妈怎么说呢 这件事在网上发酵 甚至乎练习 儿子的学校的同学 老师校长 都知道 没错 全体力支持他 对啊 死了 那郑妈妈就说 香港太多这些无理取闹的人了 真的多的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够就这样就算的 我自己认为就是 应该要向那对男女追购责任 不要这样就放走他 已经叫警察来报警 警察来到这件事 其实算不算得上是浪费警力呢 我觉得也有点 其实你这个 这对男女这么少的事 搞到这么大谈 是不是可以向他们追究一下 这些问题呢 如果一个是这样 两个是这样 每个都乘街 乘街 乘街 就在那里发疯 那不是很糟糕吗 是吗 有时候这些 潘虎骂街 真是很糟糕 哇 这些算 糟糕到 都叫做有个谱 不是吧 还有一些更糟糕 我见过的 我见过这些更糟糕 去到这些场景 当他 什么都做不到 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 他会插水的 啊 啊 插水? 帮我叫十支车 我真的不舒服 啊 这个 他要搞到我不舒服 啊 我要叫白车 然后入院说 人不舒服 气速啊 气喘啊 怎么样 就说要叫救护车来的 就是将这件事 再发达一些 发达到 好像这个小孩 激到他不舒服 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的 我都见过好几次 我都试过呢 以前在这些酒店工作的时候 看到有些客人 瘋起来 真的搞到这样 说要叫十字车的 哦 如果是这样 就要叫十字车的话 其实也是浪费着很多人的时间 你根本都没事 大家就发疯 假扮痛 假扮这样那样的 我觉得这些人 最后都是需要追究责任才行的 不然呢 就搞到很多人 有什么喜事上来 发疯了 发烂炸之后呢 就当这件事就算了 那不可以这样 是不是 那对男女就这样走了 我觉得是要追究的 真的要追究 没办法 有时是否自乱使用重典 重典要看用在什么人身上 这些判斧还是怎样 真的要这样 要指责他 要一对这样指 男人都跟判斧一样 你自己作为男人 不要好好看着自己的女友 你自己的女友M痛 你还带他出街走为走友 对不对 都要自责他 真的 因为那个男人都会骂得很大声 对不对 又怎么样 不错 还有了我们也不是女性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究竟M痛 会不会是这样突如其 会不会呢 可能有也不行 我不信会 因为绝大部分女性 我自己观察 绝大部分女性 都不会像这个女性 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如果突然间那么痛 我还以为是你生生 就是 突然流水流出來 穿了羊水 肚子就很痛 要生 看電影是這樣 拍片的聲音 他說本來的車都很寧靜 突然有一對情侶橫跨兩個車廂 衝出去罵這個年輕人 陳先生雖然拍片 但也看了身邊車廂的人有什麼反應 都是在吃花生 有些在吵笑 幸好陳先生拍了一段影片 因為這段影片看到情侶覺得巨紅男友比較健碩 所以這麼激動的時候也舉定機 因為怕 不知會動手 記住 拳頭 這個巨紅男友 拳頭比小朋友的頭大 待會再說幾句 英俊 眼鏡打爆你 這是最麻煩的 我也經常聽到這些說話 說什麼 青仔眼鏡打爆你 不過幸好我到今時今日都未被人打爆我的眼鏡 賠死你 好 接著再說 明顯是他們聲大甲惡 陳先生說坦白說 我都覺得真是佩服 完全是不說道理的 好像不斷逼和冤枉的同學 陳先生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手機 他收音那裡直接爆了咪 嘩嘩 那些尖叫的 挺好笑的 陳先生也大讚同學 也很清晰地說回事情 甚至是報警 因為有些成人都未必懂得如何處理這些 我經常看到車廂可能發生這些 說你碰到我 非禮 我看到很多時候有些人的解說 嘩 阿嬸 或者阿姐 你很漂亮嗎 非禮也不非禮就你了 這個解說 我覺得很牽強一點 解釋得不太好 不說漂亮與不漂亮會否觸碰到他 始終都是叫我講道理 你沒有就沒有了 如果你比較好一點的方法 就不要亂說 不用拼我生豬肉 是不是 有什麼證據 或者怎樣 有些什麼 當然上法庭才再說 夠膽就上法庭 怎樣怎樣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不要用漂亮與不漂亮來評論 或者否定這一個說法 不过希望男孩子经一世长一世 大家吃花生是否在这里笑 我认为只是笑那个女孩发疯 我认为是 这个女孩我认为要看看心理医生 还有男友以后好好看着女友 有事上来就不要在街上走 还有这件事上面 或少也会对男童造成一定的影响 再加上这件事还报警 但是一件这么少的事 你也要报警的话 我觉得是要向这对男女追究责任 是不是浪费警力 我不知道那位女性 她对于自己的声誉和正操 这些是她自己的事 是这么重要的 如果你对于自己 看着的侵犯性已经是这么大的 我想你真的要穿 我也不知道你穿什么 出街还是不要出街 人多的地方都不能碰到你 不要啊 很危险的出街 她真的很厉害 像古代的女人那样 不要离开一间屋 就算你想买个宵夜也好 你也只能打开窗门 让外面的人 带一些食物给你 或者是戴一个超巨大的太阳眼镜 像肥佬丽的太阳眼镜 那些太阳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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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带着这么巨型的眼镜 在法庭外面 带着这么大的人 看不到你双眼 就和你有真正的眼神接触 你不会觉得是被侵犯的感觉 可能会好些 我们希望这位女士 第一是去看医生 看看为什么M痛会这样 第二 你出街的时候 可能要用一些更加厉害的方法 来保护自己 不过我也不太明白一点 希望有些网友可以解说 为什么M痛 或者离M的时候 不要穿短褲出街 这个可以说一下 好吗 好 今次聊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